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耶稣亚记的第八章 我们要从二十八节读到三十五节 如果我们预备好 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家同声来诵读 请 耶稣亚混哨爱城 使城成为永远的废墟 直到今日还是荒凉 他把爱城的王挂在树上 直到晚上 日落的时候 耶稣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城门口 并在尸首上堆了一大堆石头 直存到今日 耶稣亚在以巴鲁三会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煮一座坛 这坛是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吩咐以色列人 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所组的 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他们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 约跪两旁在台耶和华约跪的立位家的祭司面前 一半对着基利新山 一半对着以巴鲁山 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为以色列人百姓祝福 随后耶稣亚将律法上 祝福和咒诅的话 照着律法上一切所写的宣读一遍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 耶稣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 孩童以及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面前 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好 这是神的话 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有带领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一起来敬拜祂 过去这两个礼拜 我相信全世界的焦点 都集中在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两个国家的战争 我想你几乎每一天打开报纸 或是打开电视 你都看到这些的报导 我们也很想知道最新的这个状况 我想大家都已经从新闻报导的当中知道 俄罗斯他攻打这一个乌克兰背后的理由 简单的说 就是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加入 欧盟跟北大公约的这一个组织 因为北约这一个是 欧洲跟北美国家为了防卫合作建立的一个国际联盟 当然他们拥有很大的核武器 还有长设的部队 当然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军事力量 所以一旦这一个乌克兰加入 就等于欧盟跟北约组织扩张到这一个东部的领域 那么俄罗斯跟西方势力中间的原有的这个屏障就没了 那这在俄罗斯的国防安全上就产生了一些的威胁 所以俄罗斯就一直希望能够帮他阻止 让乌克兰不会加入这个欧盟跟本约 那我们已经知道早在2014年 俄罗斯他用强大的军力 那占领乌克兰领土的克里米亚半岛 那让他变成是一个自治的共和国 那最近又理由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城市 顿内斯克跟卢干斯克为独立的这个共和国 那俄罗斯想要用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 来逼迫乌克兰这一个俯首称臣 然后放弃加入欧盟跟北约的这个念头 就产生了这一场战争 那本来俄罗斯总统普京以为 所以只要三天就可以攻下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那没有想到这一场战争到今天已经打了18天 不仅还没有顺利攻占乌克兰 反而有一点进退失聚 那甚至损失惨重 有点得不偿失 也造成全世界各国对他的惑伐 制裁 所以好像他变成这一场战役最大的输家 那我们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 他过去都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拿下 克里米亚的这种经验 所以有点自满 他以为自己强大的兵力 他就可以以大欺小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轻松的拿下乌克兰 结果出师不力 就让他陷入今天这样的窘境 那我想今天我讲这个俄乌战争的例子 是刚好跟我们今天所要看以色列攻打爱城 失败的经历 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 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绕城七日 他成功征服了耶利哥城之后 他们就继续出兵去攻打爱城 那根据圣经的描述 爱城的人口跟兵力 跟当时这一些以色列百姓相比 相对的薄弱 你如果看耶稣亚记八章三节那里 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这一个人数 至少有百万以上 能够征战的 也至少有三万以上的大能勇士 但爱城的整个人口 只有一万两千人 那除去这一个老幼妇孺 能够真正上战场打战的 也只有两三千人 所以在耶稣亚记的第七章三节 当耶稣亚吩咐人先去爱城归探敌寝 他们回来向耶稣亚回报 说只要派两三千人出征 他们就可以攻下爱城 换一句话说 以色列人攻打爱城 其实是以众极寡 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 那除此之外 再加上他刚不久前 才征服那个城墙 非常高大坚固的耶律哥城 他打败骁勇善战的勇士 那你想这时的以色列民 假打败耶律哥的这种余威 我想心情应该有一点得意 有点自满 以为要攻打爱城 其实是不费摧灰之力 然而在耶稣亚记的七章 四到五节那里记载说 一是百姓中也有三千人上那里去 但他们尽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 爱城的人击杀他们约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四八里 在下坡的地方击败他们 他们都胆战心惊 融化如水 这样的结果 完全出乎耶稣亚跟以色列人 他们的意料之外 所以面对眼前这样的失败 他们开始感到困惑 有一点慌张失措 过去本来是得意 自满的心情 就一下就跌到谷底 圣经说 他们都变得胆战心惊 融化如水 因为他们害怕 在这个小小爱城战役失败的消息 如果传遍迦南 会反而使原本已经害怕 他们的迦南人重拾信心 就回过来跟以色列人争战 其实我们都知道 耶利哥城这场战役 以色列人 他之所以能够推倒耶利哥城 宽大坚固的银垒 打败这一群骁勇善战的勇士 他们可以赢得胜利 完全其实是神的工作 他们在那一场战役的当中 唯一做的 就是安静等候观看 按照耶稣亚的指示 顺服神的命令去做 虽然他们参与了那一场战役 但绝不是靠他们的才能跟势力 耶和华才是整个征服耶利哥城 他的执行者跟得胜者 那透过这个爱城的失败 其实神来提醒以色列民 他们需要认清 得胜跟失败的关键 在于神他的带领跟能力 在于他们信靠顺 不是他们拥有多少的兵力 不是他们的势力有多强大 曾经有一个杂志 他讲到一个一元故事 说到有一个寒冷的冬天 那一只乌龟 他很想离开寒冷的北方 那一群野燕就建议他 可以跟他们一起南下去迁徙 但是问题就出在乌龟 他没有翅膀 他无法像这个野燕一样的飞行 那这一群野燕也很想帮助乌龟 所以他们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找了一根很坚固的树藤 有两只野燕 用他们的嘴巴各拉住树藤的一边 然后呢 让乌龟用它像钳子般坚固的 这一个嘴巴咬住那个树藤 那这样乌龟 他就可以跟着野燕们一起飞向南方 野燕跟乌龟 就按照这样的计划 来进行开始他们这样的旅行 也开始他们合作无间 非常顺利的就离开了那个寒冷的北方 他们飞跃重重的山林 经过了这一个西谷大小的农村城市 有一天 当他们经过一个小镇上空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看见乌龟竟然随着野燕在空中飞行 就感到非常的惊奇 当下就有这些镇民们赞叹 大声喊着说 大家赶快来看 乌龟竟然可以在空中飞行 这么聪明的主意 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这句话乌龟听到了 心里非常得意 觉得自己实在是了不起 就得意忘形 开口对下面观望的那些证明说 是我想出来的 当乌龟嘴巴一松动 当他开始讲话 就马上从高空掉下来摔死 耶稣亚和以色列民在爱城战役失败 他们反省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认罪来寻找神的赦免跟开恩 所以在耶稣亚记的七章 这一个六节这样说 耶稣亚和以色列长老就失裂衣服 在耶和华的约会前脸浮一地 直到晚上 他们把灰撒在头上 耶和华就指示耶稣亚 他们进宫爱城失败 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对神不忠 行了愚昧的事违背了神的命令 所以在耶稣亚的七章十一十二节 这样说 以色列犯了罪 又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 又取了当灭之物 他们又脱窃 又行诡诈 又把那当灭的物 与自己的器皿放在一起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 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 因为他们成了当灭的物 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 从你们中间除掉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所以当耶稣亚他明白神的心意 隔天早上 他就立刻处理 从众民中找出犯罪的亚干 耶稣亚七章 他描述亚干对神的不忠 在他们打败征服耶利哥之后 他取了那个当灭之物 得罪了神 那到底什么是当灭之物呢 为什么那个事情那么严重 如果我们中文看起来 当灭之物好像是指迦南人 所拥有的那些不洁之物 所以要把它除灭 但是旧约圣经学者说 当灭之物 应该是指着要分别出来 归给神的那一些物品 圣经原文的意思是说 耶利哥城战役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第一场战役 神当时不允许他们拿任何的战利品 因为一切的战利品 应该都归属于神 那有圣经学者这样认为 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提醒以色列人跟神那种主从之间的关系 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役 那战利品就好像是一个出手之物 是要全部归给神 但雅干他却无视神的命令 他起了贪念 偷藏那一些宝贵之物 以为没人看见就收为己有 那这一种行为是对神不忠 是神所不喜悦的 所以一直等到耶稣亚查清 是雅干犯罪 那后来混烧那些当灭之物 并在雅哥谷用石头打死贪婪的雅干之后 神才转念他的愤怒 再次与他们同在 所以你看在第八章 第一节 这样说耶和华对耶稣亚说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你起来率领所有作战的士兵上艾成去 看我已经把艾成的王和他的百姓 他的城以及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 但很有意思是第二节那里 神又告诉耶稣亚 你怎样处置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当照样处置艾成和艾成的王 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跟牲畜 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略物 在这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 神允许他们可以拥有艾成所夺的财物跟牲畜 这和第一次耶利哥成战役当中 要灭绝所有的财物跟牲畜 是完全不一样 很明显就正如刚刚前面 我已经讲到旧约学者所说 第一次战役胜利的那个战利品 就好像出手的果子 是属于神 但第二次的胜利 他就归属于以色列人 其实神并不是很在意宜嘉然人这些物品 而是在教导以色列百姓 一个属神子民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是顺服 如果雅干是在艾成之后 才拿那些财物 应该不至于会落到被百姓用石头打死 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 所以果真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耶稣亚记八章三到二十九节 那就很清楚的记载 当他第二次耶稣亚再次挥军带领以色列百姓跟艾成征战的时候 果真就是按照神对耶稣亚所保证 很顺利的就将艾成的王和百姓击杀 将艾成烧毁 让他成为永远荒凉的废墟 照理说 我们知道当耶稣亚八章在记载耶稣亚带领百姓得胜征服 这个艾成之后 他应该是继续描述他要征服的另外一些城市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耶稣亚的记载却跳过 反而记载耶稣亚是带领以色列人到离艾成北边 这一个大概三十英里处的以巴路山 在那个地方来祖坛 来向神这一个献祭敬拜 我这个地图你可以看见 以巴路山就是在这个左上角一个黄色的那个地方 在耶稣亚记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这样说 那时耶稣亚在以巴路山上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 这坛是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块石头所筑的 正如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他们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凡祭 又载身作为平安祭 耶稣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 抄写在石头上 以色列人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或聚居的 都和他们的长老官长和审判官站在耶贵两旁 在抬耶和华的贵的以利为家祭司面前 一半对着基利信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照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为以色列百姓祝福 随后耶稣亚将律法上祝福和咒诅的话 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宣读一遍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 耶稣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 以及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面前 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弟兄姐妹你们有发现 耶稣亚这样的写作偏排 他的目的是何在 那有圣经学者认为是在告诉读者说 从过去爱成征战那个失败的经验 耶稣亚和以色列认识 并且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跟教训 就是耶和华神他是信使守约的 信靠顺服他的就得胜蒙福 忤逆犯罪的就失败受咒诅 那在今天我们早上所读的 这一个耶稣亚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 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很清楚看见 耶稣亚和以色列人 在这一次爱成战役的这种经历当中 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反省跟回应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需要学习并认识的 第一我们就看见他们反省 他们做出回应 他们尊耶和华为大 在耶稣亚记八章三十节说 那时耶稣亚在以巴禄山上 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足一座坛 那以巴禄山是迦南中央山地的中心点 也是最高峰 大概有三千尺高 它南边紧临以巴禄山 稍低两百尺左右的这个基睿新山 那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山谷 是当时这一个迦南山地 东西向的必经之路 那谷地我们可能都知道 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做事件 那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跟雅各 都曾经住在这里 八章三十节那里告诉我们 耶稣亚带着以色列民 在以巴禄上来祖坛 旧约圣经学者认为 耶稣亚在这里祖坛敬拜的目的 就是要糟告世人 从此迦南这一块土地 就是属于神的子民以色列 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敬拜的 也是他们效忠 事奉的对象 以色列民在跨越约旦和 胜过耶利哥城和爱城的这些经历当中 他们见证耶和华神是一个信实可靠 是守约又施慈爱的神 他不顾念他们的过犯 不顾念他们的小信 不仅带领并且施恩给他们 来做他们的元帅 也在他们面前行歧视 所以耶稣亚和以色列民 就透过祖坛献祭 来感恩向神敬拜 尊他为大 31节说他们在祭坛上 给耶和华奉献凡祭 又载身作为平安祭 如果我们上过主日学 熟知旧约以色列的这些献祭的礼 凡祭是将所献的那个祭生 在祭坛上是完全的把它烧尽 来表明献祭的人 愿意对神全然的奉献跟尾声 而平安祭又称为是感恩祭 则是在敬拜当中 将祭生美好的部分烧在坛前 然后其余的由祭师跟献祭的家人 跟朋友一起同吃 那表示人跟神之间 是有美好的这种团契 所以献平安祭 也是象征人愿意去顺服神的心意 然后作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圣洁的器皿 所以从以色列民献上 凡祭跟平安祭 很清楚让我们看见 耶稣亚要这些以色列百姓 在进入迦南之后 他们重新立志 尊耶和华为大 将自己全然献上 尾声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耶稣亚很清楚明白 他们是神所拣选 救赎律约属神的子民 他们未来的祸与福 取决他们是否尾声 愿意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他们顺服就蒙福 如果他们背逆神的心意 去随从迦南人的习俗 去敬拜这些异教的偶像 他们就必定受咒诅 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没有以巴路山 也没有献祭的这些礼仪 但我们每个主日早晨 我们一样到神的面前 来向祂敬拜的意义其实是一样 透过敬拜 我们来向神表明 对祂全然的委声跟顺服 透过对神的敬拜跟侍奉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是跟世界有所分别 是要来见证荣耀祂的 第二 我们看见耶稣亚 跟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回应就是对神 效忠顺服 在耶稣亚记八章三十二节说 耶稣亚在那里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将摩西所写的律法 抄写在石头上 我们看见耶稣亚 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以巴路山 除了这个祖坛献祭表明感恩敬拜 尊神伟大之外 第二个行动 他是将摩西所写的这一个律法 把它再一次抄写在石头上 来表明对神旨意的这种效忠跟顺服 在生命纪的二十七章二到三节 摩西就特别叮咛以色列百姓和这个长老 你们过了约旦河 到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 当日要树立几块大石头 涂上石灰 当你过了河 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你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 耶稣法 耶稣亚 那就是遵照摩西的这个吩咐 在进入迦南之后 到了那个中央山地的中心点 也是最高的这个以巴鲁山上 他要把摩西在西乃山 从神所领受的律法 再次抄写在几块大石头上 目的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 进到这一块神所赏赐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 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惠 要认清自己是神所选招 并立约圣洁的子民 要忠于神的带领 要顺服祂的命令 如此他们就可以在迦南的这一个异教民当中 活出尊贵荣耀的这种生命来为神做见证 我相信大家读过旧约人都知道 虽然耶稣亚将摩西立法抄写在石头上 提醒以色列百姓 他们是神圣洁的子民 要对神效忠 对立法的要求顺服 但我们知道耶稣亚死后没有多久 以色列百姓就忘记 跟神的这样的约定 他们不再遵守立法的要求 转而去随从 迦南败坏的文化跟恶行 行神所看为恶的事 最后的结局 就是被异族凌辱 而失去许多美好的祝福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 其实已经不再需要用 就位立法的规范来要求我们顺服遵行 神在我们信主的那一个时刻 已经透过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 来光照指引我们的脚步 来教导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切切地去顺服圣灵 被圣灵来管理 其实我们就可以忠于神 我们就会顺服神的心意 我们自然就跟世界有所分别 不被罪所影响 我们自然可以活出 那荣耀尊贵的生命 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 我们还是顺从肉体 我们就活在这一个过去的过犯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 每天顺服圣灵 忠于神的心意 然后顺服神的带领 第三我们看见 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亚跟以色列百姓 他们做出的回应 就是他们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在耶稣亚记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以色列众人 无论是本地人或聚居的 都和他们的长老官长和审判官 站在约贵的两旁 在台耶和华约贵的立位家的祭司面前 一半对着基利新山 一半对着以巴禄山 照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为以色列百姓祝福 随后耶稣亚将律法上 祝福和咒诅的话 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 宣读一遍 摩西所吩咐的一句话 耶稣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 孩童以及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面前 没有一句是不宣读的 前面都已经提到 耶稣亚献祭敬拜的地方 是在迦南三地 迦南中央三地的以巴禄山 他南边大概两里左右 就是基利新山跟他相对 那两座山之间是一个 大概相隔三分之一的这个古地 三分之一英里的古地 那圣经考古学家研究发现 两山之间的古地 刚好是石灰石的地层 断裂的一个区域 所以他们地形就形成 有如一阶一阶的这个阶梯的状 正好像一个很多阶梯的 一个天然的露台广场 所以那个回音就特别的好 耶稣亚在这边宣读立法 所以耶稣亚在 主完这个祭坛献祭敬拜 抄写了摩西立法上的 在石头上面之后 接下来他就召聚这一些的百姓 聚集在以巴禄跟基利新之间的 那个断层阶梯的山谷 然后吩咐祭司扛台约柜在中间 然后把以色列人分成两组 一半站在 以巴禄三角下 另外一半站在基利新的山脚下 然后就大声宣读立法 特别在三十四节那里 你特别看见 耶稣亚将摩西所写的立法上 祝福跟咒诅的话 向在场的群众 包括本地的 寄居的 他们的长官 官长和散办官 都来宣读 从生命纪的二十八章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摩西在当中所写 有关祝福跟咒诅的一个法则 在二十八章的这个一到六节这样说 你们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们超乎地上的万国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一切的福气 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你地所产的 你身处所生的 牛肚 羔羊都必蒙福 你的筐子和你的揉面棚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但相反的 在十五 这一个十五到二十节 就是二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 摩西又说 但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典章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 这一切的咒诅必临到你身上追随你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筐子和你的揉面棚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受的 你地所产的 以及牛肚羊羊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直到你迅速的灭亡 耶稣亚他的目的 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提醒 要进入这一群这个应许之地 已经经历胜利跟失败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 要认清他们神圣洁子民的身份 要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 将神的律律典章牢记在他们心里 因为未来他们在迦南的日子 是乎或是祸 取决他们是否将神的话 放在他们心里 成为他们的思想 并且是否切切在他们生活的当中来遵行 在一次特别的聚会当中 导航会的创办人叫做 Dr. Dawson Toman 他受邀到一个大学的团契去讲道 那在聚会的时候 他就特别注意到有一个来参加 穿得有一点乖张 喜欢表现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在里面 那这个年轻人 每次在问答的当中 总是抢答 喜欢在人的面前 麦农自己是很懂圣经 所以这个聚会结束之后 这个Dr. Dawson就刻意 也很客气地问他说 你对圣经知道很多嘛 那这一个年轻人 就很得意地告诉Dr. Dawson 他从小就信主 在教会长大 至少他应该可以背诵 五百节的圣经经文 所以Dr. Dawson就问他说 那你在生活当中 是否确实地就遵行这些经文的教导呢 这个年轻人也很诚实 就摇摇摇头说没有 因为圣经的要求蛮高的 你还不容易去遵行 所以当时这个Dr. Dawson 就以重心长地对他说 那我宁可你只会背五节的经文 并且将这五节的教导 好好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我想大家都明白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 不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有多少 而是我们需要知道并去信 我们要把神的话牢记在心 然后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因为那个才是真正的这个蒙福之道 弟兄姐妹 我相信很多人都上过主日学 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 在教会很久 但在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 圣经说的 我们同意了才去遵行 不同意了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结果你可以发现 我们的生命 其实还没有完全改变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跟世界还是一样 没有差别 我们很多时候 虽然信主很久 但却没有经历神的祝福 更很多时候 没有在人的面前 做美好的见证 当耶稣亚从爱成战役失败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体会明白神的心意 他也明白人的成功跟失败 不是单靠人的智慧跟势力才能 乃是取决在对于神话语的 顺服跟信靠 所以在他第二次带领 爱成得胜之后 他召聚这些 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 从心立志 伟生尊神为大 愿以效忠顺服神的旨意 并将他的律律典章 把他牢记在心 使他们可以在迦南的日子 得以蒙神的赐福 但言今天早上 我们透过耶稣亚的行动跟回应 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生活当中 我们尊神为大 我们在教会的当中 伟生来顺服 讲主的话牢记在心 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 动荡败坏的世代 我们可以真正活出神 良善圣洁的生命 以至于可以在世人面前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生命得蒙神的祝福跟带领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像我们这样的人 竟然得蒙主的恩惠 我们知道这是你格外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以色列人的经历 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 圣洁尊贵的子民 我们需要尊主为大 信靠孙福 讲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 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世为人 陶主的喜悦 也能够蒙神的赐福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 在这样一个失败的过程当中 他们明白主是忌邪的 主他们就做出回应跟反省 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得罪了主 若是我们有不讨神所喜悦的事 我们求主再次饶恕 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按照主的心意而行 以至于我们活出跟世界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可以逃主的喜悦 并且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谢谢恩主 透过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祷告奉主